3,2,1 大致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今天是2023的第一天 韩国还有一个迎接新年的传统 就是雀海边看日出 但是我没有赶上今天的日出 所以打算去海边看个日落 雾达雾撞到韩国的一个遗迹公园 它这就很像那种原始人的那种遗迹 看着还有他们当时这个 应该是钻木取火时候的这个 做的这个铜像 不知道谁画了两个笑脸 这个房子都是用茅草做的 是茅草吧 这个遗迹公园还是挺大的 那边也有好大一天 原始时期的房子 这是他们的一个野营场 这边应该就是用来生篝火的那个篝火堆吧 卫生间的这个门上还贴着原始人的这个卡通图片 不过这个门把手就显得有那么一点点格格不入了 我猜应该是不能打开的 果然不能打开 飞机 这是放到了酒位的 救命 我可能是太久没运动了 就爬了一个小山坡 就已经喘得不行了 今年开始真的要好好运动吧 我现在收到钱了 它这边的一个小山上的展望台 因为我今天早晨没起来 然后就没有看成那个 没有看成新年第一天的日出 其实看日出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意义吧 咱日出没看成 来看个日落好了 看到我的日落 冥魂就算的背流泥 冥魂就算曲子离奇 冥魂就算恐吓尽你做人活趣味 别流泪 伤心敢不应识 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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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